这一个开始呢 我们学习应用程序通用的测试技术 那么在这呢 这个大标题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 通用 也就意味着这部分 这部分内容的知识呢 是适合用于这个什么样 所有的软件测试 明白什么意思吧 那就是什么样的软件 都可以用这部分知识呢 加上其他的内容 去融合起来进行这个 发展和扩展 以及延伸 那么第一章呢 同样呢 也是这个理论的东西 软件测试的一些概念性的东西 本部分内容呢 包含了四大 四大知识点 第一个软件和软件测试 那么在这呢 首先呢 说一下软件测试的一个发展和 起源 第二个的话呢 介绍一下软件测试的定义 和软件测试的目的 那在这 还没有开始讲 你们猜一下 软件测试的目的是什么呀 找八个 找着之后呢 人不改 行吗 对啊 我就说嘛 你们找着 他们不改 能行吗 没错啊 所以呢 软件测试呢 就非常重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什么呀 你找着八个 第二个 你还得追着让他给什么呀 改了 光找着不改 或者不追着他改 其实是没有任何利益 当然这个更中 更多的内容呢 一会儿再说 第三块 软件的一些典型错误 在这部分内容里面呢 会给大家呢 介绍一些 就是说 比较知名的 一些软件的缺陷和漏洞 造成的一些损失 也让大家呢 了解一下 或知道一下 这个软件呢 它的这个 安全性 到底有 多重要 第四块 对软件测试的 这个误解 还有职业方面的 一些要求 这一会儿呢 会 会从两个方面呢 跟大家呢 去做讲解 下面呢 我们先看 第一个 软件和软件测试 这部分内容里面呢 有这么几个 小点 第一个的话呢 是软件的分类 在这里边呢 软件的分类 大家还记不记得呢 这是我们在第一阶段 学习的时候 学习过的吧 软件会按照 不同方面呢 去不同的标准 去划分成 不同的类比 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 第二个 那既然是我们要 讲软件测试 那么软件 为什么要测试 就是因为软件 是有缺陷的 所以呢 这块呢 我们会讲解一下 缺陷的由来 和软件缺陷的定义 先知道什么是缺陷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才要想出来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把它什么样找出来 那你要是不知道什么是缺陷 你也不会找 第三个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软件测试的由来和软件测试的发展 这是三个小主题 下面呢 先看第一个 这个内容呢 主要是说明一下软件的这个分类 我们呢 在生活中啊 既然是要做软件测试 那必须呢 知道这个什么是软件 以及软件的这个分类 那软件呢 在我们生活中 按照不同的这个标准 可能可以呢 分成不同的类别 那首先呢 第一个分类标准呢 是按照软件的这个归属层次划分 分成系统软件 支持软件和应用软件 那哪位同学能告诉我 什么是系统软件呢 或者说我们所学习过 系统软件 还有哪些分类 那系统软件呢 在我们第一阶段呢 讲课的时候说过啊 它是包含了这么几大种 几大类别的 其中呢 最主要的一种类别呢 就是操作系统 相信各位同学应该还记得吧 那么另外一种呢 当时呢 呃我们没有说 但是呢 后来呢 给大家作为补充 说了一下 系统软件呢 也包括各种各样的驱动程序 还记得吧 系统软件呢 是专门用于我们的计算机的硬件 基础之上 和用户呢 进行沟通的 系统软件 除了操作系统 驱动程序之外呢 语言处理系统 语言处理软件 数据库管理系统 它都是系统软件 那么除此之外呢 支持软件 应用软件 那支持软件呢 可以说是 具于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之间的另外一种类型的软件 应用软件呢 就是我们通常呢 所用到的 专门为我们个人用户 或者说是为这个计算机的应用呢 就是专门开发的不同的这个软件 比如说 想要上网就要用 浏览器 打开网页就要用浏览器 要跟好友聊天 就要用聊天软件 对吧 要想办公就要用 办公软件 比如说office wps 对吧 想要给电脑杀毒 就用 杀毒软件 对吧 比如说360 虽然没啥用 好 这是我们说的 这是按层次划分 那么这个层次呢 就是说这个软件 它和用户的这个距离的远近 应用软件和用户的距离呢 是最近的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呢 给大家画过一个图 当时我们说 这里边计算机的 硬件 在网外 计算机的 操作系统 或者我们说的 系统软件 在网外 支撑软件 在网外 应用软件 那么最后是什么呀 用户 用户和应用软件 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APP 然后呢 最里边呢 是操作系统 驱动程序 等等其他的软件 对 他们之间呢 会就这样的一个层次划分 这样一个层次划分 这以前咱们上课 讲过的啊 然后呢 第二个分类标准 按照结构划分 那一般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会把软件呢 分成两大类 两大类 第一种呢 是我们所谓的 单机软件 什么是单机软件啊 也不是说不联网 对吧 那一般就说 一台计算机 一台设备 就能把 就能使用这个软件的 所有功能 这个我们就称之为什么呀 单机软件 那另外一种呢 我们称之为分布式的软件 那么这里边呢 有两种表现形式 第一种的话呢 就是大家看到的 CS 扣端 服务器端 这个C和S 之前都讲过吧 第二种呢 是 BS BS里边的B就是 我的天哪 CS的C Clant 扣端 S呢 就是 CS BS里边的B 浏览器嘛 那在这里边呢 大家应该都用过 Coco吧 那Coco 你装在电脑上的 不就是 Clant吗 特端程序 对吧 那你如果 有没有用过 网页Coco呀 没用过 网页Coco 那用过网页版的 微信吧 哎 那在这儿 不说别的 百度 你想 去百度的话 是不是要搜 这个 用浏览器啊 哎 就浏览器 BSCS 这是第二种 第三种 一般呢 按照软件的组织 进行划分 那么一些软件呢 它专门是 开源的软件 另外一种呢 是商业软件 或者说 不开源的软件 就是说 我们要做软件测试 首先呢 要知道这个软件呢 是归属 说实话 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未来呢 在做软件测试的时候 更多的 是做系统软件的测试 还是应用软件的测试 哎 没错 这样的话 分的话呢 一般更多的是 应用软件的测试 如果从单机和分布式 去说明 那更多的是 没错 肯定 肯定 居多的还是什么呀 分布式的软件 为什么呢 单机软件 很少吧 然后呢 从CS和BS 上面去考量的话 这两个哪个居多呀 在这呢 说实话 这两个肯定都会有 但是呢 一般情况下 会以这个什么呀 BS居多 所以呢 外部 网页开发类的知识 要更多一些 然后呢 另外 第三 第三个方面 是从开源 还是不开源的角度来说 哪种会更多一些 错 商业软件会居多一些 商业软件会居多一些 地缘的 这是我们这块呢 对于软件 计算机软件的一个分类 那么这块呢 之前咱们都已经讲过了 这块呢 就不再说那么多了 下面的话 我们看另外一个支点 就不再说那种 好